还有友善的环境要告诉大家的是 花令市中央路三段是许多生长者 通往此期医院就诊的药道之一 不过呢 人行道士和骑楼常常堆满了杂物 或者是遭占用和围停 路面更是多处的破损倾斜等等 人行道士行同虚设 也导致了轮椅族无路可走 被迫和弃机车争到现象还生 花令县议员杨花美就接获陈晴 就特别和花令县警局 施工所等单位来现场会刊 也要求尽快的将路权还给生长人士 无党籍花联县议员杨花美 17日上午 邀及花令县府花联施工所 花联县警察局等单位前往中央路会刊 并协同生长者轮椅族游先生 实际走访中央路三段前往慈祭医院的路上 发现除了车辆违规停放 还有路数变电箱的阻碍 甚至路面倾斜破损 游先生表示 希望地方政府设计人行道时 能站在生长者角度同理心思考 验修时请轮椅族实际走一遍 符合生长者的需求 达到安全友善的公共空间 我们也不希望说生长者老是都关在家里面 能够走出这个家里 走在外面的话 自己比较不会有那种忧郁症的一个产生 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地方政府在设计的时候 是以生长者的角度来设计这个无障碍空间 而不是以他自己的视角去设计我们的 现在的一个公共工程的一个环境 相对的你这样子会比较 对生长者比较友善 然后在私作的部分 包商要严格要求他们 对于这个道路的公共空间的一个设计 是依照他设计图来施作 然后验收的人带着轮椅来验收 看这个是不是在他可以承受的范围 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 生长者没有办法去接受 不管是摩托车或者是汽车 或者盆栽路树或者是电力箱电信箱等等 他其实这样的人行道 其实都很无法通行 因为他占用了之后 他其实宽度不到80公分 轮椅竹是完全没有办法进出的 所以他得要绕到那个马路上 跟汽车车征道 那除此之外呢 他其实还有就是整个路面的设计 人行道路面的设计过于倾斜 那还有衔接面 他其实已经破碎 或者角度那个路幅的角度 斜度太高 这都很不利于使用轮椅的民众通行 因为他这样走的时候 他其实会往下坡偏 那往下坡偏他要很用力的控制他的方向 要顶他才能够维持一个执行的状态 那这些路面的状况都是非常不友善身心障碍者 那更何况花莲市高龄城市 那这个高龄城市一定很多长辈需要坐轮椅啊 或者是刚刚看的那种自己的车啊 那那些车其实就是我们在想说 那种车辆是要走车道还是要走人行道 那就把这个观念确定起来 就是说如果这些长辈的车身心障碍的轮椅 他们法规是规定是要走人行道不是走车道 那我们就应该把人行道账出来 还给行人嘛 还给这些身心障碍的路权这样子 县议员杨华美接获许多伸障者反映成情 系统花莲县府、花莲市公所、花莲县警察局等单位前往会刊 那公所这边会来配合花莲县政府 以及花莲县警察局的部分 尽力来排除这些活动物 那有一些硬体设备的缺乏 譬如说地面坑洞破损的部分 公所可以来先优先处理 那有关整个人行道的改善 我们也会跟花莲县政府来讨论提报计划 来争取整体改善 针对这个人行道有违规停车的部分 我们已经请拍索 请拍索针对这个违规的部分 那加强举发了 那这一块其实我们也很重视这个身上人的权益 可是有些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用路人 就是只顾自己的方便将车任意停放 这份我们会加强织发 幸福城市是花莲执政者的口号 但现场勘察时发现超商把陆棋收走 随后又把陆棋放置便电箱旁 让花媒表示 花莲市高龄城市还有许多长者使用轮椅 既然法规规定必须走人行道 期盼相关单位尽快将陆权还给伤障者行人 并做好人行道规划 记者长帮演 花莲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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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